第26题 使用浓度0.1dM的盐酸去低定浓度0.1dM的氢氧化那100毫升 需使用多少毫升的盐酸才能够完全综合 我们晓得 所谓的酸碱刚好综合的时候是氢离子的莫尔素 要等于氢氧跟离子的莫尔素 这个题目里面给的是浓度 莫尔浓度 我们要求莫尔素 那我们就知道 莫尔素的求法就是莫尔浓度 乘以容易体积 体积要用公升做单位 所以现在我要算出的是氢氧根的浓度 氢氧根的浓度就来自于氢氧化那 所以就是0.1dM 乘以100毫升就是0.1公升 但是 这个算出来的是氢氧化那的莫尔素 可是我需要的是氢氧根的莫尔素 所以我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一个氢氧化那有几个氢氧根 我们看到一个氢氧化那有一个氢氧根 所以我们这边要写乘以 那么另外一边呢 是所谓的氢离子的莫尔素 那我们给的是盐酸 那我们有一个0.1dM的 盐酸 那我们不晓得要需要有多少公升 S公升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算出来的莫尔素 但这个是 盐酸的氯化氢 氢氯酸的莫尔素 那我要的是氢离子的莫尔素 所以要再次问一个问题 一个氢氯酸 会有几个氢离子 一个氢离子 所以我们这边呢 也是写乘1 所以我们就发现呢 消一消之后呢 就发现呢 X就是等于0.1 这个是0.1公升 也就是所谓的100毫升 所以我们答案就是100毫升 因此第26题问我们说 需使用多少毫升的盐酸 才能完全中和 我们答案选B100 我们需要100毫升的盐酸